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endon 视角专业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詹米乐 今天我们驱车大概30分钟来到了二万旁边的城市Chino 大家好 我是Alice 杨 房地产经纪人 我是隶属于ESP Realty 的房产经纪 那这边欢迎大家来到Chino 那这个是我的listing 好 今天我们来到Chino 之后 首先按照管理 请Alice 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吧 今天这个房子它的屏数是2540尺 然后一共有四房三位浴 楼下有一房一浴 然后二楼它有一个很大的loft 那这个房子是属于single family 那小区里面有游泳池还有spa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环境非常好的一个房子 OK Alice 所以4B的房子 这房子是哪年建的 这个房子是2019年建的 OK 现在大概它的售价是多少 这个房子的售价目前现在是88万 所以2500尺的房子88万 其实对于大多数刚刚工作的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的价位的房子 是的 没错 但买得到这个面积 对于年轻的两口之家 甚至说三口四口都是可以住得下的 对吧 是的 对对对 所以Alice 现在很多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们买房子的时候 或者是决定要投资自己人生的一个房子 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想一步到位 我觉得现在这个房子不是我想要的 我再去攒钱 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其实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 考虑买第一套房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先考虑一下你大概每个月供 你可以承担的多少的金额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依据你可以承担的金额来分析 讨论说大概应该买多少钱的房价 所以一个年轻小夫妻或是男女朋友 你们可以考虑大概以六七十万来作为一个起步 那六七十万在我们东区这边都可以买到一个三房 然后独栋的房子 这作为一个起步来讲是非常不错的 说到融资和你成本 刚才Alice讲到说先算算你每个月能承担多少钱 像我们讨论的大部分情况 今年我们在加州收入的平均中数大概是在八万四左右 对 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八万四这个收入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对于现在的房价来讲 很多房子还是你是没办法够到的 那么大多人是怎么实现呢 他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是做的不差收入的贷款 这个的好处我相信你作为专业人士肯定知道 在利息高的时候房价是相对偏低的 对你是可以用同样的成本把这个房子拿到手以后 在利率降低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重新贷款 去做融资把你的支出成本拿下来 这样的好处是你等利率降下来的时候 会有更多的人来给你抢房子 可能房价反而会更高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 对因为像我们前几年利率大概3%4%的时候 那我们加价抢房就很crazy 一个房子可能都是10个20个offer 那你可能随便一家都是7万10万这样加上去 那你想想如果说之后利率下降的时候 肯定很多的买家又出动了 那你又得跟别人竞争 那你的首付肯定又要多准备好几万的 对没错所以呢就正如Altice所说的那样啊 你大多数去抢房子的时候是比拼的你的支付能力 不管它到底付的是房价还是付的是利息 那对你来讲呢你宁可选择在利息相对较高 房价较低的时候拿到这条房子这样 你在将来利率降低的时候 才有空间去重新调整你的支出 去拿到一个更好的融资成本 没错 再次感谢Alice邀请我们来到Chino 并且让我们对整个城市 以及这个房子有了更多的了解 对谢谢张总邀请我今天来录影这样子 那最后呢就给各位观众一些建议 就是如果说您现在觉得高利率买房 就是负担压力很大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退了求其次 买一些你可以负担的城市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第一套房是最困难的 等你买了第一套房之后 第二第三套都不是问题了 因为房价会增值 你可以从房子里面带出你的净值 然后就可以买第二第三套 那我自己这十年之间也变出了四套房子 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以如果你有房地产任何相关问题的话 都欢迎联系我哦 好的感谢Alice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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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